欢迎收看这在地的大兴电地方新闻 我是周文轩 首先带你掌握今天的新闻灾药 新闻达管理参与市预算召开提案审查会议 针对李明提案评估可行性 透过了参与市预算 民众可以自主决定经费该如何使用 也唤起了民众对公共事务的关心 新闻地震事务所8号行动艺术馆 即日起到9月底展出成侯年师生活画连展 新闻崇光社区大学开办太极导引数期班 深受玄园们喜爱 而今天的数位最亮点单元要带观众朋友 一起来了解索码功能 还有如何设定互动讯息通知 新闻区大管理参与市预算 在今年的5月份召开了第一场的说明会 经历了两个月的时间 总共收到了7件李明的提案 在13号上午邀请了新北市政府 新店区公所等单位 还有多位专家学者来进行提案的审查 针对案子的需求性还有可行性评估 而这7件提案都通过了出审 只要赴审没有问题 预计在8月底就能够交由李明来做投票的决定 到底有哪些案子要来执行呢 在今年5月份 新店区大管理举办了新北市第一场的参与式预算说明会 历经了两个月的时间 收到了7件李明提案 7月13号上午在新店区公所三楼会议室 召开了审查会议 会中邀集了新北市政府公务局 社会局等局处 以及新店区公所 另外还有中山大学教授万玉泽 与海洋大学教授吴建中等人 担任会议主席的新北市议员陈一军就表示 期盼透过这样的参与式预算了解民众需求 今天这个参与式预算在达管理能成功的话 其实我觉得真的可以打破我们所谓的黑箱作业 由于达管理多为山坡型社区 因此在李明所提的案子中 有禁办事和山坡地有关 包括了坡地监测 加压站马达设置购置 自来水供水系统维护 另外也有一些较为软性的案子 像是成立忘年会 以及生态志工培训计划等等 而会中针对案子的可行性 及预算评估等进行审查 由各局处相关单位共同讨论 达管理里长黄振宇指出 借由参与式预算 除了能够让李明自主决定预算该怎么用 同时也唤起了李明对在地公共事务的关心 达管理这边比较是社区型的一个理 那管理会会对这个部分比较熟悉 但是大部分李明是比较无感的 那透过说他们可以投票来自己决定 这个钱怎么用 那我想他们对于在地公共事务会更关心 那会一起来守护我们的家园 而这七个案子在经过出审后 将在针对部族部分进行资料补证 并在经过复审 之后则会公告给李明知道 并在投票日前再次召开说明会 预计8月24号到8月30号 会有李内年满18岁以上的李明投票 届时将选出3到4个案子 让60万元的建议款能够真的符合李明所需妥善运用 记者杨邦友张芳琪新店采访报道 新店区达管理推动参与式预算 在新北市算是首开先例 而什么叫做参与式预算呢 简单的来讲就是由公民参与公共事务建设的提案 并且决定经费该怎么来运用 新北市议员陈宇军就指出 透过了参与式预算可以让明代的建议款不再沦为绑装工具 同时也能够让明代来了解民众真正的需求 由新北市议员陈宇军的议员建议款60万元作为经费 新店区达管理首开先例成为新北市第一个推动参与式预算的案例 所谓的参与式预算就是使用民意代表或公不满经费 交由公众参与决定预算的使用以及资源分配 中山大学教授万玉泽表示 这是公民参与的一种表现与潮流 现在全球大概有超过1500个都市都曾经推动过或正在推动 所以我想台湾没有理由自外这个潮流了 虽然台湾是民主国家借由选举选出民意代表 但长期来民代所能够运用的建议款或配合款都被视为绑装工具 而透过了参与式预算 民众能够针对地方需求进行提案 并由在地公民投票决定经费该怎么用 市议员有蛮大的一个资源就是我们的建议款 那通常我说这个建议款就是我们来绑装的一个资源 可是今天我不想要绑装了 我想要打破黑箱 我想让民众他们来跟我们争取 公民参与不足的部分把它给提出来 简单讲其实议员或政府这边 其实对于是不是知道民众需要什么 但是在施政上面其实预算有限的情况之下 如何能够做一个更有效的分配 新店区达管理里长黄振宇表示 在一开始说要推动参与式预算时 最大的问题就是许多里民都不了解什么叫做参与式预算 所以必须不断的宣导并且召开说明会 我们需要去给他做一段时间的宣导 让他慢慢了解说参与式预算 为什么叫参与式预算 跟一般政府预算有什么不一样 那对于民众来说这个概念是什么 为了打破民众对公共事务参与的五感 破除经费预算绑装漏袭 达管理推动参与式预算 让里民共同决定该做哪些事情 钱该怎么花 而这也将是公民参与的一个新里程碑 记者杨邦友超方琪新店采访报导 为了要提升洽工环境的艺文气息 新店地震事务所8号行动艺术馆 即日起到9月30号为止 展出新店区德安理国画班 陈宏林师生连展 新店地震将邀请民众 有空时一起到所内 来共享这场艺文创作响宴 新店地震事务所8号行动艺术馆 即日起邀请新店区德安理国画班 陈宏林老师以及所指导的学生 带来山水花鸟画等作品 德安理理长丁万会指出 国画班是德安理在两年前 所成立的才艺班 里民利用晚上空闲时间 齐聚一堂学习 虽然成立的时间不长 但在陈宏林老师的用心指导下 学员各个进步神速 这些成员目前差不多十位 那在德安理活动中二楼 每个星期五晚上七点半到九点半 那在我们陈宏林老师 他个尊尊不寻 这个长期的在教导 让这些学生能够 他能够定下心来 然后来学习这个画 我觉得是非常不错的 德安理国画班学员的国画创作 透过了笔墨技巧 巧妙地将生活意境融入画作中 多元的画风与题材 让心电地震的加工环境 增添了不少艺术气息 心电地震主任王美娟表示 所内同人在工作之余 也可以透过国画作品输解压力 这一季的话 我们是德安理的 那个陈宏林国画班的师生连展 那我们的地震事务所 一到三楼都有挂那个展品 让民众在加工的时候 可以一边欣赏我们的艺术展品 黄美娟主任更进一步表示 8号行动艺术馆每一季 不仅提供艺文届朋友 展出创作的空间 更希望借此营造优质的洽工环境 欢迎艺文工作者 艺术团体或是学术单位 都可以向心电地震申请展出 记者陈平站门奇 心电采访报导 将太极拳的招式简化 所演变而成的太极导引 融合了呼吸吐纳内心功法 是循序渐进的一种练气养生运动 近年来 相当受到各年龄层的喜爱 因此心电崇光社区大学 还特别应学员的要求 在暑假开设了课程 随着柔和的音乐 伸展肢体 呼吸吐纳 不急不徐中 除了有平心静气的效果 练习者也借着调气养生 达到强健身体 修炼内涵 这就是太极导引吸引人的地方 目前任教育 崇光社区大学的李国伟老师就表示 太极导引就是把太极拳中 肢体运动的方法简化 设计出一套较简单 适合现代人修炼的功法 以太极导引来讲 它就是一个学习放松 放松调整身心 然后能够让身体越来越打开 呼吸越来越开阔的一个 练气养生的功法 太极导引没有太多的招式 也不需要耗费太多的精力钻研 因此近年来 广被各年龄层所接受 目前在新店崇光社区大学 所开设的太极导引班 就经常呈现爆满的状况 崇光社大更因学员要求 开设了暑期班 学员表示 他们喜爱这门课的原因 就是因为身体原本有的一些病痛 渐渐的都得到舒缓 差一个月就一年了 可是少了四公斤 腰围少了五英寸 然后身体变得很柔软 然后里面有一个精神很好 你虽然觉得天气很热干什么 可是里面有一个精神 你不会昏昏沉沉的精神很好 在三个月之后 我怎么无意中发现我的肩膀 我时间怎么好了 不要而已 因为我大概肩膀痛了大概五六年都 各种功法都没帮 推哪里都做过 可我就这样好了 李国伟老师表示 太极导引强调修身 也要修心 达到内外和谐的境界 加上了简单易学 其实相当适合忙碌的现代人 作为放松抒压的运动 记者声评 掌门齐新店财宝报导 先进一段广告 我们马上回来 看数位电视 想数位生活 现在申办数位电视 年轿就送您生活 数位家电好礼五选一 快拨打2917 3939 谢谢你 让爱可以传递 在台湾的各个角落 谢谢你 让台湾经济弱势家庭 不用挨饿 得以温饱 谢谢你 让他们看见希望 我是孙悦 请捐款支持 基督教救助协会 191915银行 今天的阿公阿嬷当主播的单元 要由施荣华来为观众朋友播报新闻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阿公阿嬷当主播 大家好 我是主播施荣华 今天是104年6月18日 大新店有线电视 为了服务银法族群 特别举办银向阳光活动 参加了翡翠水库 还有直潭浸水厂 参与的学员几乎都是第一次来到这两个地方 因此觉得相当难得的经验 尤其能够了解到水资源的相关知识 大家都感到格外的有意义 数位电视的分级索码功能 相较于传统电视提供了更安全的收视环境 除了针对收视级别来做索码 进一步还可以针对频道 还有所收看的时段来进行索码 另外数位电视和传统节目 还有很大的不同 就是有着更清楚的节目资讯 还有随着个人喜好 可以设定互动讯息通知 今天的数位最亮点 就要带观众朋友一起来学习和了解 收看数位电视除了频道多元品质提升 对父母而言最重要的附加价值 就是索码功能 这项功能可以让孩童的收视环境更为安全 不仅针对节目分级索码 还可以针对频道与时间进行锁码 按下遥控器上的选单键 选择设定标签页 您可以针对某些频道做全天候 或部分时段的锁定 点选进入设定锁码频道 输入个人认证密码后 会出现设定视窗 在选取栏位点选遥控器上的OK 以遥控器上的上下键 选择要锁定的频道 按下黄色元件 该频道右边会出现上锁的小标示 代表勾选完成 您可以选择单一频道 或继续新增其他频道 然后按下完成 回到设定视窗 接着选择要全天候锁定或是部分时段锁定 若是选择部分时段 这里提供三个时段做锁定 切换到各个窗格 按下遥控器上的左键 就可将原本的预设时间删除 改成您要设定的时间 输入完成后 按下OK 当锁定时间一到 您就会发现指定的频道 会变为输入密码的保护页面 这个功能可以避免家中孩童长期收视 提醒他们该让眼睛休息咯 当您开始收看数位电视 一定会发现在电视画面下方 会出现节目简介视窗 告诉您目前该频道正在播映的节目名称 只是您是否觉得这个简介视窗 马上就不见 来不及看清楚呢 别担心 您可以依据个人需求 来决定简介视窗出现的长短 按下选单 选择设定标签页下的 设定简介显示时间 按下OK 就会出现设定视窗 在这个功能中 您有2秒 5秒 10秒 以及15秒 四个长度可选择 例如 我们现在选择10秒钟 则您将会发现 每切换一个频道 简介视窗都会停留10秒才消失 而进一步 如果您想了解该节目的简介 只要按下遥控器上 I 图示的介绍键 您就可以在简介视窗看到相关的文字介绍 此外 按下遥控器上标示EPG的节目表键 也可查询到其他影片介绍 这样您就可以随时掌握自己的收视时间 这项功能用在电影频道真的是很方便呢 而且最多您可以一次查询到一周的播映时间表与简介 对于喜爱收视电影频道的收视户 数位电视可是好处多多哦 收看电视时 右下角出现了一个信封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别担心 这可不是骇客入侵 而是数位电视提供的互动功能之一 当有重要讯息或是频道活动等 透过互动电子邮件您就可以随时掌握一手消息 按下选单键 选择邮件讯息的图示标签页 再选择讯息通知设定 就会出现设定视窗 在互动邮件的通知分类中 共有五项 分别是购物优惠 最新消息 强檔推荐 以及好康活动和服务讯息 您可以依个人收视习惯将有兴趣收到的通知项目保留 其他项目则按下遥控器上的黄色元件 这时您选择的项目就会往右放到关闭页框中 您也可以选择全部项目 这时您会发现所有的分类都被放到关闭页框 按下OK确认键 就会出现互动广告通知设定完成的字样 日后您在收看节目时 信封就不会突然出现在右下角 而为了避免收视户漏掉辅上业者的重要讯息通知 建议您还是可以点选邮件讯息中的服务讯息 查看相关内容哦 紧接着让我们来看看Bomaya提供哪些地方上的活动讯息 大新的宽评光纤上网专案挑战市场最优惠 200MAY急速光纤上网每月只要999元 还有超多HD高画质频道与上千部电影戏剧随你看 6月底前申办加码送4000元毫里 快播2917 3939 减少使用纸张就可以少砍一棵树 你我一个小小的动作就可为地球大大的降温 截止起申办银行代缴有线电视相关费用 大新店有线电视就送您超商礼券 玻璃保鲜合作以及生活提醒小物三选一 详情请上官网查询 提醒民众内政部有颁定房屋租人契约书犯本 并含有签约注意事项 详尽规范出租人与乘租人应有的权利及应尽义务 提供订约时双方权利义务 17 月双方均有保障 新北市卫生局提醒肠病毒已进入流行期 人与人互动频繁的场所 如家庭、校园及安歉班等地方最容易传播 因此吃东西前和小宝宝玩钱 上厕所后、显鼻涕后 看病前后等等殷勤洗手 避免肠病毒有机可乘 新北市政府交通事件裁决处提醒 汽车行驶于高速公路隧道之标线 多数禁止变换车道双白线 用路人不得随意变换车道 违反者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相关规定 财罚新台币3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还 以上更多的新闻内容 民众都可以前往大兴电有线电视的官网 或是大兴电有线电视的脸书粉丝团上查询点阅 欢迎民众可以多加的利用 我是周文轩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再会 明天同一时间 大新年欢迎陪你放暑假楼 生半光线上网200Mbps 每月只要999元 升通成功之后 再加码送您折叠脚踏车及配建筑 详情数下2917 3939 看数位电视想数位生活 现在申办数位电视 年轿就送您生活 数位家电好礼物选一 快拨打2917 3939 身为学生族的您 上网有负担吗 想要高速却很贵 担心暑假钱照收 首次装机也要钱 眼看毕业还榜月 搬家一击再收费 现在大新年宽评 让你上网没负担 限时限量120Mbps 每月只要879元 四大贴心优惠 让你的担心通通不用钱 大新店宽评帮你省更多 你没负担 你没负担 是感动无所不在 国产大豆新鲜安全品质优良 种植大豆的好处就是 第一个它的肥料使用的少 那它也可以改善土壤 那再来它使用的水分也少 所以可以防止农民收取地下水 可以慢慢改善我们这边的生态 目前我们跟十甲农场那边做器皱 我们种出来的东西 马上有人收购 我们一年增口 有230万公顿 大部分都由美国和百姓增口 我们国产的民族很少 尤其是大豆这部分 我们国内的需求很大 现在目前来说大豆的生产 其实都很新工 由于保镇和菜市 完全都可以记得海华 种这个大豆是 比保水条更好 比生粉 收容比水条更好 水条挡粉 挡粉又忙碌 都贪不多少 农民主要是找的更新工 所以我是说 种这个大豆不错 新工又倒立 会合政府的这个转作计划 尤其是稻田的 在山岛的收益 不是说如何好 国产的大豆 飞机营改造 今年公布应酬 所以10年的业帖 很有需求 如何炒过我们浪费 这期我就来提供大豆 今天对我们的很多的收益 我们其实会来种这个黑豆 还是大豆 来做客厨 来做生产 现在政府 在拓这个国产的大豆 它都很好的社会 集合的大豆 大家会来拿来做豆瓶 做豆油 这种我们的社会 都非常好 奖励农商器做工艺 行政院农业委员会 农娘署 与您在一起 你爬过那么多电视 你有爬出什么心得吗 爬来爬去 还是数位升级后的 有线电视最好爬 最精彩 都什么时代 这家怎么还没数位升级 装了这个数位迹象盒之后 电视画面会变得更清楚 更漂亮 你看 有高画质国际体育频道 客厅变球场 有线上教学 客厅变教室 还能掌握买点 立即下单客厅变股市 还有线上购物 客厅变超市 真好吃 有线电视数位升级 还可以提供上网服务 就像是街上资讯高速公路 好看 好玩 好方便 数位迹象盒 让电视有无限可能 现在申请 还有数位迹象盒免费优惠哦 数位超一笔 生活更开心 蔡女士 我是来拿监管账户的二十万 你有带来吗 来拿钱哦 对 再拿 我 不爱 接下来不许动 不许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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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会 怎么会 怎么会被人这样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虾 你怎么长越大越带呢 你是 表哥 表哥 我好像到你们公司了耶 你 你在哪啊 表哥 真的是你啊 通常这种老招啊 都是只有阿公阿嬷才会受骗 我头一次啊 遇到像你这么年轻啊 电力公司怎么有可能打电话要你去缴费呢 所以表哥你是电力公司的人啊 你现在户头里面到底还剩多少钱 单百一十七块 走 我带你参观一下 哦 哇 现在电力公司长这个样子啊 这个啊 这个啊 就是剥皮妹必杀技啊 专门提供啊 那些讨不到老婆 闺名不美满的失忆中年男子 让他很厉害的感觉 猜猜我是谁啊 这个啊 就是在江湖上流传已久的猜猜我是谁 专门帮客户啊 回忆起当时甜蜜而美好的时光 你一定想起来了 系统尚未入驾 请重新抄太致 这 表哥 他们该不会是在骗人吧 哎呀 过来过来过来 还你 还我 如果我连表弟的钱都骗 那我还是人 表哥 所以你是诈骗集团啊 噓 我跟你说啊 我们这个是服务业 我都把它称为 人生经验批发有限公司 专门提供客户啊 不同的人生经验 所以着收那么一点点服务费 这不过分吧 这样子一点都不好吧 不好 你看看 我们哪里不好啊 倒是看看你 这么认真的工作 奉公守法 结果户头里面 还不是只有那么一点点钱 唉 这样好啦 我缺人 你缺钱 这本拿去读吧 好 你终于要起来了 对了 诈骗也有SOP 江湖盛传诈骗必杀计 亲爱的用户您口 根据我们的记录显示 你积签我们的电话费 三万五千六百块钱 什么 你都讲了 那我大胆的推测 你应该是被人冒用身份 盗办账号咯 什么 你祝你都没有就医 那我想你应该是被人冒用的身份 去申请医疗补助理 希望你可以提供你的银行账号资料给我 好